严谊掌声 在捐车仪式上阿宝慕香谷 特别带来精彩的表演 感谢贵宾的慷慨捐车 阿宝交易基金会成立于民国92年 长期提供宜蘭县内身心障碍者的服务 因为宜蘭地区扶元广阔 大众交通运输不足 因此在办理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服务 即开始提供了交通接送服务 不过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募款兼聚 基金会也因此暂停举办了年度大型募款餐会 但服务持续提供之下 急需交通的接送车辆 因此在宜蘭市长江聪渊的牵线之下 仁文首富建设公司董事长郭子成得知之后 慷慨解囊捐赠了一部8人座的车 作为接送深藏学员的交通服务 而且在捐车仪式上 更当场宣布加码再赠送一部交通车 给阿宝交易基金会 两个月以前我透过我们中介的朋友 让我了解说我们阿宝基金会 它有接送交通车上的需求 所以我当场就捐了一部交通车 也就是大家后面所看的这部车子 今天我很荣幸的再宣布 我再加码再赠送一台 让他们有第二台车子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人文首富建设的郭董事长 这就是我说的在大疫情之下 全世界都是很艰巨的时候 尤其是在台湾我们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学员的家长有很多的失业 甚至于说有的店面都关起来 然后我们在今年在募款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对外面募款 甚至于我们每一年办的募款餐会 我们都不敢办 那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困难也很兼具 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 把我们的孩子接出来接受服务 感谢郭董事长负起社会企业责任 能够在弱势的关怀上面这样投入 让我们宜蘭县注入一股暖流 郭董事长其实跟阿宝基金会不熟 他就参访了阿宝基金会看到一些弱势朋友们 不过他看到的可能还是比较属于可以跟社会面接触的伙伴 还有一些甚至更没有办法跟社会面接触 所以他就发心说要做这一种善局 阿宝教育基金会目前共设置了五处的服务据点 智力培养生障者绘画创作以及生活技能 将绘画成果发展相关的文创作品 让更多社会大众来认识 而有了新车加入接送服务 更可以拓展接送服务的区域以及机动性 不仅能够提供服务对象外出参与基金会的社区 是据点服务的交通往返 另外在课程活动当中 例如社区的适应、户外活动、代工作业 善心捐赠的货物等等载运 将车辆发挥到最大的使用效能 协助弱势的身心障碍者 能够安全顺利的走出家门 拥抱彩色人生 有的真好 感谢阿宝爸爸 赞